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天想跟大家说空位 有些人有意味 我说我不戴bra 我在家真的不喜欢戴bra 我也重新 但这是经常性运动的女生 可以选择放松一下 有些人留言 未必过空是一样的 可能对她们不好 我承认 我会建议你戴空位 还有很多人问我 我平时戴什么bra 现在很流行没有带的bra 因为现在有很多一字薄的衣服 像我这件 大家也不会想看到带 是这样戴着 之后 有很多内衣品牌 她们就想贡献我 想送一些内衣给我 等我去戴 我想大家有听过寶老师 不过寶老师 以前给我们的感觉 比较成熟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选 寶老师的牌子 可能偏贵 我自己觉得 最近出了新的line 那条新的line 就是说款式会年轻 而且价钱会大众化 因为寶老师的牌子 是日本的 日本的 身形和我们的 香港人身形 是比较类近的 为何我会选择她们 因为我觉得挺有趣 因为她们可以去到五分钟 帮我去量身 或者去看看我的胸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不是 就是看看有没有富裕 或者是不集中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下水的情况 所以我决定带大家去 和我一起选bra 好了 今天就来到了 Laboni 他们有五分钟的量身服务 我今天就和大家去点解一下 好了 我现在进去了 刚才的量身服务就完成了 我就选了这几个款 大家经常问我戴什么胸围 我最主要是 我经常会戴这颜色的 好像婆婆 不过是最好配衣服 因为我经常穿白色衣服 其实她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款 比较少女 我刚才在这个量身 就是她帮我选bra的过程 我对自己的胸部 就认识了很多 我之前就说 我的习惯是不戴胸围 就是不喜欢在家戴胸围 我就算我经常出去 我都是这样穿sport bar 他们就说 其实这样是会 它这样戴着是防止我们震动 但其实 它没有很好地统固我们的胸围 所以其实就不能长期这样做 因为她刚才帮我分析 我自己本身的胸围 她也是说 承托力不够 因为我喜欢戴帽帽 不过 你知道 今年很流行 所有一字缸 所以我都在她们的款中 选了一个帽帽 她平时可以穿帽 她就跟我说 如果是最好 就戴透明的bra帽 如果真的 好像我这么贪美的话 就戴帽帽帽 这就是我平时会戴的款 因为很多人问我 我平时会戴什么 没有戴的胸围 如果真的有需要 可以戴这个胸围 不过 她们都跟我说 最好戴全胸围 包了 包了会令脂肪 一来不会压 而且脂肪 不会到处走 不会有腹雨 等等的问题 她们的设计 后面也是比较阔 比较阔 比较阔的时候 其实她会包得好一点 她将肌肉推回胸 大家记住 胸围 应该从小养起这个习惯 就是好好去保护你的胸 你的胸围才不会有腹雨 你的胸围才会漂亮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